皇权是上天授予的 皇帝的继位是一件大事 如果不能名正言顺 或者说皇帝还健在 就要另立新军 这样是不对的 我马上就要临禅 所以请阁下听好 我无权干涉内阁和军方的决定 但是我可以决定我自己 如果 如果我生下的是一个篡位的皇帝 那我就将以一死来谢国人 阁下 这要考虑吗 看天意吧 他要是生了男孩 那就是满洲国的皇帝 老爷子 您悠着点啊 用功不在乎这一时三刻的呀 老爷子 你看 你这是怎么了 你看 都是血 都是皇族的血 老爷子 你 你没吓唬奴才呀 你说他忒圣人了 要不 您歇歇吧 这些日子 因为了这些烦心的事啊 急火攻心的 竹竹 竹竹然旗 别害了什么病啊 竹竹然旗 竹竹然旗 竹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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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失气迷了心了吧 九王夺嫡 这是雍正爷夺皇位的事啊 我还是不知道的好 景难 这我知道 八王之乱 玄武门之变 同根相间 抱有二殿下 这回生个大胖丫头 以后生个丫头 一起都生 生个丫头 二弟啊 咱们一起谈谈心 陛下 我们俩兄弟别那么生分 皇上 皇上 卑职还要回军营 请允许我向你告辞了 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皇上 因为我是帝国的军人 告辞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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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好 不用了 你别动了 我自己来吧 我是您的妻子 这是我的侄子 你现在还有身孕 你要多保重身体 殿下也要多多保重 这也许是一种解脱啊 您说什么 没什么 好 多保重 快 快点 再来 快点 来来 往来 报告长官 什么事 关东军司令部给您的指令 好 不错 再来一遍 是 退役大佐即刚安置 在特殊的战场为天皇陛下和圣战立下了战功做出了突出贡献 参谋本部令特授予大日本皇军陆骏少将军衔 此令昭和七年三月十三日 为天皇陛下效忠 好 请 请 entrepreneurial Second minded 此令官您为什么同意康德皇帝的请求让普洁殿下留下呢 即刚军 你现在已经是高级将领了 头脑里有的政治 是 你知道什么是政治吗 请司令官指教 普洁殿下就是政治 康德皇帝的宫廷就是政治 解散了他们的护军 只不过是一点小小的胜利 我们要完全控制他们 控制满洲 我们要分化瓦解他们兄弟俩 让他们互不信任 让他们互相猜忌仇事 这比在战场上多一个士兵 要有用得多 陛下 普洁 你为什么不让我随队出征 朕不愿意看着你白白送死 可我是个军人 朕是三军统帅有这个权利 你为什么要干涉我的自由 朕是君主有这个权利 那你为什么还要干预我的生活呢 因为我是你的兄长 有这个权利可是你从来就没听过我的 我知道 这些我都知道 你与生俱来就有这些权利 可我呢 我有什么 你剥夺了我生存的权利 连死的权利你也要剥夺吗 大胆 你算什么兄长 算什么君主 算什么统帅 二队下不得放肆 你给我出去 你给我出去 出去 好 无腻 真要亲手杀了他 亲手杀了他 老爷呢 你想小心 奴才去吧 奴才去吧 啊 传致兵 放紧点 好了 我不敢停 不能停 转 转 转快点 转 快 快点 快 报告 什么事 夫人 您快去看看吧 普洁少佐在府府上 已经快三个小时了 谁劝他都不下来 照这样下去人就完了 快 转 转 转 普洁军 你停下来吧 我求求你了 转 陛下 你给我停下 谁让你们给我停下的 谁让你们停的 我要毙了他 我还要转 我还要转 不接近 我还要转 少佐 陛下来了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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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坐下 在干什么呢 我没干什么 我近这两天皇上读了好些书 所以玉玲也读点书 放下吧 你喜欢念书 嗯 嗯 只是 现在不可能了 是因为进了宫 嗯 你很生 震的气吧 不会的 我阿玛说 塔塔拉什是皇上的人 那 伊林能被皇上选中 算是玉玲的福分吧 你的老姓是塔塔拉什 当年德宗皇帝的宠妃就是塔塔拉什 我知道 就是真妃 我可喜欢他了 他长得好漂亮 还出过国 可有见识了 德宗皇帝 是朕崇拜的皇帝 他是圣朝里一个有大志向的皇帝 可惜他和真妃一样 真的很不幸 都是因为慈禧不喜欢他们 不能妄议祖先 对不起皇上 我想这都是权力所致吧 权力 嗯 没有权力欲的男人愉快许多 没有权力欲的女人 好可爱 朕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很轻松 只要皇上高兴 玉玲就高兴 有时候 我在想 如果皇上您不是皇上 玉玲也不是贵人 那该有多好啊 你说什么呢 玉玲是说 如果我们就做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过着安居的小日子 就像我的父母亲一样 你说那多好啊 可朕从三岁就开始当皇上 如果不当皇上 那朕干什么呢 做什么都很好 反正 只要有自由 而且有玉玲陵陪着您呢 快快乐乐的 那该多好 再说 您也不用老在皇宫待着 不用见吉纲 不用见日本人 更没有什么烦恼 然后我们可以在一起 幸福地生活 生好多好多的小宝宝 好 那该有多幸 主子 皇上这是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啊 刚才聊得好好的 突然站起来就走了 我还正纳闷呢 那您跟他都聊什么了 我跟他说 我想生孩子 想主子 您跟他提什么孩子 怎么了 我这些天 的确一直在想这些事 你想想 要是皇上自己生个孩子 那干嘛还紧张二殿下生男生女啊 您就甭提二殿下了 皇上这两天最糟心的 就是这孩子两个字了 主子 您进宫这么长时间了 不是也没得个一男半女的不是 是啊 眼下我还正为这事犯愁呢 哎呦我的好主子呀 这也不是您一个人犯愁就能解决的事啊 二摩您说 这事该怎么办呀 这 您看这皇上的事我一点忙都帮不上 主子还别说 奴才倒觉得呀 这事还得要您帮着干嘛 我 是吗 那你说说看 你小子一出主意我就能闻见Sofar 您瞧你 我还不说了呢 你小子这两天吃了枪药了 我和老爷子一样烦着呢 哟 你还跟皇上比上了你 我 我是替老爷子烦呢 哎呀二摩你就让明公公说吧 说不定是什么好主意就错过了呢 要不怎么说皇上喜欢和祥贵人在一块呢 话说的都中听 主子 其实奴才早就琢磨了 只是一直不敢跟皇上提 只要皇上一个不乐意 小明子这脸蛋又得挨顿报仇 明公公你先说给我听 要是合适的话我再慢慢跟皇上商量 咱们去报一个 亏你想得出来 这要让日本人知道了 大伙都甭活了 老太太 瞧您下的这样 怎么了我还不能说说了 明公公你说那咱们到哪去报啊 就是啊 这事不用主子您操心 只要主子觉得这主意还成 奴才就是父母汤蹈火也给你报一个孩子来 不成 这可不是你随便打哪儿报了一个阿猫阿狗 就能成大阿哥的再者说了 得有个来由的 不能从哪儿就蹦出个大胖小子呀 这倒也是啊 依老身想 这事要把劳 说不定啊 咱们还得求京城里的七爷 哎 哎 对 对啊 就些安地里啊 请涛为了爷在唇底进这儿远这儿的圈里扫他 倍倍相当又怀了孕的太太福气 那不有的是啊 嗯 这么大的事儿 怎么也得跟皇上商量商量 可皇上这臣子光那个地位继承法就够他拗头的了 再加上二殿下又跟他过不去 二母 我想先替皇上分担着 有什么事情我担着 您的意思是说 瞒着皇上 等到事情有了眉目以后再和皇上说也不迟 这事儿咱们还真耽误不得 二殿下那边可都怀上俩多月了 明公公 那你赶紧跟七爷联系 包在我身上 哎 二母 你说这假装怀孕该怎么弄啊 呦 这档子事儿 我还真记不大真正了 得 这回啊咱们和二殿下来一个生孩的竞赛 真是要多巧有多巧啊 那位少奶奶刚刚还上两月 你是说我可以假装孕妇了 哎 那孕妇是什么样子呀 这 反正得大肚子嘛 大肚子 嗯 那 你说应该有多大呢 这个 哦 这个 这个 这个有了 七爷的密信上技术的详细 看看啊 身高体重腰围 他真是个惊喜人啊 我瞧瞧啊 腰围二尺三寸五 二尺三寸五是多大呀 那个 呃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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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大吧 啊 这么大 哎 可是你说我的腰有多醋啊 你的腰啊 也就一尺八九 不会吧 太小了 顶多二尺 不安 咱们呢 让二摩给您做一件判袄 哎 那你现在帮我比划比划 行 哎呀 你到后面去 哦 对对对 这样 是这样吗 插不铃 插不铃 我瞧瞧 皇上 没事不告诉他 皇上 皇上 你们在干什么呢 奴才给乡主的逗乐呢 这什么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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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信 您看看 你们说什么 抱一个孩子回来 神不知 鬼不觉的 对外 就说祥主子怀孕了 他日本人 本事再大 他能派几个 天天在后宫看着吗 您瞧啊 七爷在京城找好了一个合适的孕妇 是您浅龙底上 竞争一位皇代的少福进 身子骨特结实 已然怀胎二月 连偷背的都牵连进来了 这让日本人知道了怎么办 皇上 日本人悬挂在陛下头上的地位继承法 就是一把实时悬挂的剑啊 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 老爷子 咱不能让人放在案板上 摇的信多啊 甭管用马法 得一太子 他那狗屁什么法 就得成废纸一张 可这主意也太儿戏了 儿母 你也跟他们乱来 皇上 这主意虽说不是万全之策 可也门前就算是不错的了 但凡做点什么 都得冒点险 这是立储的大事 怎么可以清书呢 老爷子 事太危急啊 你得便宜行事啊 是啊 同志爷 光绪爷 全都没有儿子 咱们慈禧老佛爷 还不是选中了咱们纯笛两度浅龙 才稳住了江山 这不就是咱们种族的规矩吗 你们说的有道理 首先稳住这边 免得手足相残 宫廷政变 让朕先想想去吧 是 玉玲 来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我原想为皇上分忧 可没做好 你是最会为朕打算的 可是朕还让你担那么多心 皇上 您言重了 其实玉玲只是希望皇上能开心 实际上皇上笑起来也挺好看的 你说过的 好 就叫人到七爷那里悄悄地把人送过来 嗯 皇上 您喜欢这颜色吗 挺好的 您怎么了 在想什么事啊 这些让下人治好了 那不一样的 这是玉玲给皇上织的 织的暖和 你的手艺这么好啊 皇上 嗯 不是手艺好不好 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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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玲没有下人治的好 可是玉玲在治的时候 都会带着一种心情 而这种心情 会在每一阵里都有 您穿着我这种心情 自然就不一样了 心情也是可以穿的 对呀 人的心情有好多种 有高兴 有不高兴 还有忧伤 那你看 朕今天穿的是什么心情呢 我看呀 我看是高兴 不是 是非常高兴 玉玲你喜欢蚂蚁吗 朕看你养了很长的时间了 因为皇上喜欢 你怎么知道朕喜欢 因为皇上在看小蚂蚁的时候 带着一种高兴的心情 嗯 怎么全是小孩子呀 皇上 我一直在想 嗯 那个孩子 会不会有点像我呢 一定是这个样子 这个很像你啊 皇上 我一定会把那个小孩 教育成最懂事最听话的皇子 玉玲 只有你最懂真的心意 小主子 小主子 二母 小主子 您来试试看这个布垫围在腰上舒服吗 来我试试 是 就这样啊 随着月份的增加呀 我会慢慢的往店里填东西的 这样才像 不过 店子越来越厚 主子可就要受委屈了 没事 只要这肚子做得像就行了 那个媳妇啊 要到八月才能生 这天多热呀 玉玲 朕看到你 受这么多苦啊 朕于心不忍 皇上 这算得了什么呀 反正您不必为玉玲担心 等过几个月 一切都好了 我们就快乐起来了 是不是 就这样 降贵人只是怀了身孕 又没有生病 为什么非要看医生不可能 陛下 听说降贵人反应非常强烈 为了确保陛下 能顺利诞生一位健康的皇子 我认为 应该对降贵人的身体 进行一次详细的检查 你还想干什么 陛下您误会了 我只是想 朕说不行就是不行 你看一下子这么憔悴 皇上 我没事 你放心 乡主子 要不您就把这胖傲 先拖下来舒服舒服吧 我不 不 巧这嘴瘦的 二母 我不觉得是受罪 你想想 一个女人可以怀孕 是多幸福的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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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感冒这么厉害 吉刚还说要为你检查 要是真的来了不就露馅了吗 皇上 皇上 可是不让他查也不行啊 我看呢 要不就让他的大夫给祥主子检查检查 三四个月的身孕又看不出什么来 他能检查什么呀 奴才也这么觉得 要是不能让吉刚相信了 那麻烦可就在后边了 朕也知道不让他检查他不会相信 可关键是 朕也不知道日本医生怎么个检查法啊 好迈 不能 那是咱们中医的招 他们没这么深的道行 奴才见过的西医啊 都是用手摸肚子 他敢 嗯 就让 就让吉刚来吧 反正 他们也不能怎么着 再说了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到时候咱们四个人 难道就比他们笨 柱子说的对呀 就吉刚的脑袋瓜子 好吧 明天叫他们来 皇上 贵人的血压也很正常 身体非常健康 我想 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 胎儿应该会在母体内正常的发育 请贵人放心 不过 还是请贵人给我一些尿样 我带回去化验一下 尿样 是的陛下 就是小便啊 这可是非常科学的鉴定方法 这样就可以确确知道 降贵人 到底有没有怀孕呢 吉刚 你是怀疑降贵人没有怀孕 我 我怎么会怀疑呢 降贵人已经怀孕了 检验一下尿样 会让 大家更放心嘛 对吧皇上 就听御用卦的 皇上 奴才去看看午膳准备的怎么样了 您不是说 中午要请御用卦大人 在咱这吃饭了 谢谢陛下 我非常喜欢皇帝的邀请 明公公 多准备几个好菜啊 好 诶 诶 想鬼人 您应该把尿样给医生了吧 御用卦 你着什么急啊 这一大早我一口水都没喝过呢 二墨 二墨 给我倒杯水去 好 皇上 御灵没事 喝了水就会好了 您别担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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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令官阁下 谭玉玲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她真的怀孕了 这里是检查报告 吉刚 你应该知道怎么办 请司令官明示 吉刚局 我们本来可以给她一个日本女人 老爷子 老爷子 二殿下和夫人求见 不见 可 可 可什么 二殿下和夫人说 是向皇上来当面谢罪来的 如果皇上不肯相见 他们说 只有以一死来向皇上谢罪 竟然胆敢以死来要挟朕 他们可不是要挟 他们真有要死的心 那就让他们去死 去 这 一切要 那我再去办 回来 吩咐下去 朕要亲自辞言 这 回来 请祥贵人作陪 这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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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知道吗 我 不必多言 去安排吧 这 这 这 皇帝陛下驾到 今天是朕雁卿普洁夫妇 你们出去吧 启刚 你也下去 陛下 今天是朕的家业 请的是朕的家人 要处理的是朕的家事 朕请你出去 陛下 启刚君 请遵从陛下的旨意 从这里出去 是 夫人 是 陛下 下去吧 是 陛下 朕 普洁知道错了 坐下说 我和我的夫君一同向陛下谢罪 你们都坐下吧 谢皇上 现在我们一家只有四个人了 当年朕大婚的时候多热闹多少人哪 皇上 那时你还只是个孩子 可现在你 皇上 好好好 不谈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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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杰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陈宝琛老父子给我们讲过的一些经典呢 皇上 我书读的不好 我书读的不好 你小的时候也经常这么说 那已经是很远的事情了 是啊 恍若隔世 夫妾你还记得什么叫八王之乱吗 记得 这样 那是晋朝皇室司马家 八位同信亲王为争夺皇位相互残杀的故事 好 宣武门之变呢 是唐太宗监王李世民沙兄世纪登基的故事 不错 静难 前民称族 朱棣立志算位 久亡夺敌 皇上 陈老师未曾讲过 你知道不知道 皇上 这是本朝的 陈老师不敢妄议祖宗 妄议 这透着你对世宗皇帝有不满啊 皇上 陈老师没有这个意思 不满就不满 再情再理 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 有没有这个意思你自己心里清楚 小明子 今天祥贵人和昊都不清楚咱们的家事 二殿下不想说 朕又懒得说 你跟了朕这么久 朕又念了不少书 那几位阿哥心中不服 试图谋反 雍正爷明察秋毫 动若观火 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 不得已大意灭金 不得已将他们发配到宁谷塔 过这 猪狗不如的日子 够了 这 朕要喝酒 朕要请你们喝酒 小明子 这 酒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了 你埋阴紫碑 谢皇上 二弟 你可以叫我一声大哥吗 皇上 很久没有这样称呼您了 你就不怕我下毒 有毒 皇上 如果您要让我死的话 不用您亲自动手 皇上 昊虽然是日本人 但是嫁给了爱心觉罗 就是爱心觉罗家族的人 昊会以自己的生命 保护这个家族 好 我们有手足相残 没让外人看笑话 大哥 如果我生的孩子 像画片上的这么可爱 皇上一定很喜欢 一定比他还可爱呢 贵人 你怀孕有两个多月了吧 差不多三个月了吧 你真好也没见您想吐想恶心什么的 我就不行 没有啊 我也很想吐的 只是我忍着 朕原来一直怀疑昊 觉得犹如金弓之鸟 日本人无孔不入 也难怪皇上 对昊有所怀疑 他很值得你爱 朕很羡慕你 朕很羡慕你 臣听说降贵人怀了皇子 臣恭喜皇上了 喜忧参半啊 为什么 谁能保证降贵人一定生一位皇子 如果老天爷赐给朕一个女儿 那不是跟朕开了一个大玩笑 你不觉得吗 我们兄弟倒想在日本人的鼓掌之间 玩一场逗生小孩的生死游戏